可以的,主教 好 主教,我們先開始,還是怎樣? 可以開始的 可以開始,我們等一下 好,我給我一個正式等等 我還要分享 好,主教,我介紹一下我們的講座 然後請主教,也帶個祈禱做開始,好嗎? 好 謝謝你,我們歡迎大家參加這個 由董事高聖經中心舉行的香港聖人方宗 方宗,大家都知道我們是說聖福幼室和珍福雷永明 我們下個星期就慶祝他們 就算是公教報,今期的公教報都很隆重 有半版的蝙蝠 都是重溫先宜傳教的時跡 又有些圖片 我們都希望大家,明天又是聖經主日了 我們都希望大家,真是了解一下我們這一位 東方的聖葉羅尼幕的生平和靈修官 我們很開心,今天就請了夏主教和我們主持這個講座 時間交給你,夏主教 先謝謝 好,謝謝林錦玲 好,謝謝施高聖經中心的邀請 以及各位兄弟姐妹的參與 開始的時候,都讓我們一起舉心向上 來靜悔一會兒,做我們的祈禱 好,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邀請上主 感謝讚美你在歷史中 你不斷興起很多的聖人 比我們的榜樣之餘 亦都為弟兄姐妹 為自己的教會團體來服務 在香港短短百多年的歷史之中 我們都有兩位聖人 就是聖福入室和珍福雷冥冥 今天我們願意在這個時間底下 去看看珍福雷冥冥神父 他的生平一些大事 特別與香港的關係 其中也特別是 如何呢? 將天主的聖言 你的啟示 將他,好像他自己所說的 摺身一樣 做了中國人的聖言來禮幕 將天主的聖言帶到中華大地上 我們除了感恩讚美之餘 也希望從他的生平當中 有所學習 願意慈愛上主 你在以下時間 來光著我們 引領我們 恩主耶穌基督之名 祝你苦聽我們的祈禱 阿曼 珍風領明 為我等期祈禱 恩父子及聖神 聖明阿曼 好,各位兄弟姐妹 首先由於我的PowerPoint 就不太好 不知道怎樣分享 因為用iPad 如果用電腦 就知道更多 所以我要用聲控 轉換PowerPoint 另一位姐妹 在另一個地方 所以我要提提示一下 雷永明神父 他是方濟會士 我也是方濟會士 但是很可惜 我未見過他的 真人未見過 因為他過世的時候 1976年 我剛剛中學畢業 那時候是五年中學 現在六年 就是中五畢業 另一個世都沒有幾年 沒有幾年 所以沒有見過 但是到他80年代 應該是84年 就開始有一個獵品案 在香港教育區 其中一群就是 拋起他安葬的地方 將他的遺骸開棺 掘出來 當時自己 作為年青會士 也有和那時候的年長兄弟 那些分裂會士 也有見證的時刻 也可以說 有個人親身的經歷 好了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講解他的生平 下一次就講解他的靈收 他的生平 用他自傳 就是用他第一身 當然有些事情他沒有提 或者他過世之後才發生 只是小小而已 那我就補充一些 那好吧 那我們就開始了 事不宜遲 請下去一張法官 好了 出生是1907年 上個世紀初 在聖誕節之後那天 10月26日 不知道有沒有特別的意思 他是在意大利的南部 最南的地方 就是西西里 在那裡出生 那地方也是重要的 因為西西里的海島 有些像香港 很近海邊 還有 就是 就是 我去過幾次 很厲害 覺得真的好像香港那樣 就是 比較潮濕 比較溫暖 還有 因為近海洋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 那種冒險的精神 那種 想 追尋夢想的精神 就是 不怕去冒險 不怕去走出去 我覺得 都塑造了 雷神父 特別是他年輕的時候 一種 就是 那種 做全教士的精神 好 我們再下一張 的法官 那是很小 那個年代 很小的時候 就從修院 11歲就從小修院 16歲 就已經入了方制會 那 現在 我就用 有時候也會叫做 小兄弟會 因為小兄弟會 其實是方制會 原來的名字 方制會 是俗稱 所以我叫這個 小兄弟會 16歲 就是 剛剛 夠了 如果再小一點 就不行了 那就是說 他是很年輕 那這裡 都給我們看到 就是 他來到中國 服務很多年 都仍然不是年紀很大 到他過身的時候 都未到70歲 其實 好 我們下一張 好 那 不是整張過 我想要按幾下 那些 要出來才行 謝謝 好 那 他就說 他青年的時候 很多夢想 剛才說過 很可能 他身處在一個 海島的地方 就不怕有這個夢想 就是冒險 怪我毫不圓妙誇張 自從我青年的時候 甚至少年的時候 就已經是一個夢想家 曾經夢想過 成為一個廣道家 或者為那些教導員 創立一座的靜修園園 原來因為在西西里 都有 以前在歷史上 有一些 修會人士在那裡 建立了一個 一些這樣的學院 就是為廣道員去栽培的 他說 我還想成為一位傳教士 去到遠方 但是我決意在外教人之中 做一個傳教士 或者就是這一本的靈心小史 就是聖女小德蘭 是天主聖意的安排的書 我們明白聖女小德蘭 就是在他之前 沒多久年年世世 然後列了聖品 我記錯應該是1897年世世 那時候才列了聖品 沒多久 所以 所以 就是相當 在當時的教會 很出名的一位聖人 雖然聖女小德蘭 就是在 引修園裡面度過 不過 他有一個傳教的心火很大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被稱為 是傳教主寶 和聖方祭三物諒 雷英明 神父 就說 他們很受他影響 我們首先看看 這個夢想很重要 不是小時候發白日夢 或者現在我們有時候都會發白日夢 但是 你看到 他是一個很堅持於 自己意向的一個人 所以這個夢想 從小時候開始 一直堅持到後來 好 我們下一張 請 因為之前做的時候 是實體 於是 就說完一句又一句 現在 就不同的方式 沒有辦法 不好意思 我們不會把他 每一年發生什麼事 事無大小 鋪裂出來 重要的事情 和我們有關的 就是那個翻譯聖經 他一生可以和聖賢不可分的關係 按照他的記載 他說在1928年 即是說他幾多歲 他1907年出生 即是21歲 那一年 他已經在龍馬讀書 準備進升神父 讀神學 那一年 1928年 就是剛剛 他的 就是這個 他的回憶錄 這麼多 他剛剛 釋席北京首位總主教 就是真鋒 若望萬高維樂 世世六百周年 那這裡 就要講一點歷史 就是在方制會的第一位 來到中國傳福音的 也是天主教會裡面 來傳福音的 就是在萬高維樂 若望萬高維樂 是方制會的事 來的 來到中國的時候 是元朝 比較末期的時候 晚年的時候 是十三世紀 他傳福音有一段時間 後來教授也派了一些人幫忙 也委任了他做第一任總主教 不過很可惜 是幾十年的時間 因為元朝的滅亡 所以興盛過一段時間 這個教會也沒有了 他說 六八年之後 1928年 舉行一個慶祝會 紀念這件事 就是在安多尼學院 舉行了隆逐的慶祝會 在會上有很多人說話 其中有人提及到 提及到什麼呢 他說 萬高維樂曾經把聖令斬 和福音 譯成中文 那究竟是不是中文 還是蒙古文呢 很可能更加是蒙古文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的統治階層是蒙古人 但是這個也是猜測 因為這麼寶貴的著作 竟然完全散失 即是沒有了 他說這個好像是一個導火線 一個藥癮 扔向一個火藥褲 這個火藥褲是什麼呢 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不知為什麼 就有這個很大的渴望 好像炎點起一個心火 之前他的夢想 做傳教士 這個夢想是越來越具體的 越來越讓他看到一個方向 好 我們下一張 在這裡開始 他又有第二個接觸 似乎好像有天主 一步一步的安排 是什麼呢 他說過了一年半到兩年 他仍然在這裡讀書 未升神父 他有一位中國籍的方制會士 來讀書 其實他有名字 就是一位姓高的 高神父 這位神父 我很年輕的時候 入方制會在台灣 是見過他的 他就跟雷神父聊天 因為雷神父 那時候已經有這個心 就是覺得 咦?中國教會 未有天主教的聖經 但未曾想著要去翻譯 不過他很有興趣知道 於是他就特別 他在這個回憶錄 我特別和他聊幾個計 了解多些 他說 我們天主教有 只有新約譯本 而基督教的 就已經有他們譯本 而且好幾種 其中有些 還用中國廣大地區的主要方言 因為當時文字 有些可能都不是 或者譬如我們廣東話 如果你留意 有些基督教的事情 是用廣東話寫的 譬如的、的、的、的 那些 即是說 基督教在 翻譯聖經這裡 是比我們快很多 這個也是不爭的事實 這個歷史裡面出現的 很早的時候 他們十九世紀 中 去到澳門 馬里遜已經開始翻譯聖經了 我們天主教 雖然早很多年 在中國 在明朝的時候 來了 但是我們不要翻譯聖經 這個就是因為教會的背景 亦都因為 當時 敵人 是 敵人認為是對的 我們就要說他是錯的 人家翻譯聖經 我們就不翻譯聖經 我們就翻譯什麼呢 要理問答 那時候整個文化 不能說 雷神輩就知道到這樣了 好 那繼續又怎樣呢 我們看看下一章 在這裡他就下定決心 這是另一次強有力的足現 既然新教徒 或者基督教的兄弟姐妹 為了愛天的話 已經將聖經譯成中文 為何分離的兄弟姐妹 那時候就是一百年前 大家要知道 所以他用分離的兄弟姐妹 現在我們不用這個說法 我們 不是這樣 既然他們做到 為何我們做不到 這也有少少競爭的意思 不過是略性競爭的 這樣的工作 對於信賴上智之座 聖母的天主教徒來說 其實他自己和馬利亞 就是聖母的好心 的關係 聖母是上智之座 智慧 我們應該更容易一些 這樣 他在未曾 實際上 後來他升神父 然後進去中國 之前他已經拿了決心 要去中國 去翻譯聖經 在這裡 你說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他那時候也不懂中文 神父也未升 就算他升神父 希伯來文 希臘文等等 他也是很皮膚的 但是他已經有這個心 很奇怪 我以為覺得 這個很明顯 就是天主為我們 中國教會的一個安排 讓一個奇人 一個奇才 是出現的 好,我們看看下一章 他也分享他的耐心 當時他的想法 是一些掙扎 他說 我必須承認 我是在很多疑慮之中 做這個決定 就是決定去中國 他說 我健康是很虛弱的 會不會被派到中國 大家要明白 當時來中國 不是坐飛機 十多小時便到 不是這樣 坐船 幾個月 身體會怎樣 成不成功得住 這些是擔心的 值得的 我自己的會省 即是西西里 顯然是極需要人手 事實上 任何時代 都是需要人手 都是覺得神活不夠 沒有人會覺得夠 西西里的省會長 會不會用一切方法 阻止我的夢想實現呢 這個是他擔心的 但是呢 無論將來情形如何 目前我必須善用這幾年的光陰 以及在羅馬這個良好的讀書環境 尤其是因為我念念不忘自己的夢想 就是他將聖經譯成中文 一方面我們看到他有很多的 刮心、焦慮 不是很穩定 不知道是否真的假 可以不可以假 但是第二方面 你看到他意無反顧 就是他要做的 他自己先準備好 不是一句這樣說話 他說 機會就是留給那些有準備的人 是吧 你有準備好 機會來到 那你就可以把握機會 你沒有準備機會來到 都會走了 雷神虎讓我們看到就是這一份 無論如何 無論去不去到 現在我呢 都要把握機會 慢慢地 裝備我自己 準備 這個機會的出現 我想這個 給我自己 或者給我們 都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不要等外面 經常要等 等 看看是怎樣 疫情過去先 疫情過了一年 一年 不過呢 看到很多兄弟 不是在等的 是在做事 所以 等是沒有意思的 你看到自己 可以做些什麼 就做吧 裝備自己 沒有壞的 例如雷神虎 你讀多些希臘文 希伯萊文 不會有壞的 等於學中文也沒有壞的 好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 就升神虎 領受度品 他就顧回他 星神虎一天 他說要將一天神聖的 那一天 將自己的感受說出來 真的不可能 亦都不適宜 這裏真是可圈可點 為什麽呢 我自己覺得 我感受 雷神虎一份 有些感受 不是要什麼都說出來 有些事情留在心裏 特別那份 我相信是跟天主的 那種被天主的觸動 等在心裏 不要馬上什麼都說出來 因為說完之後 那種熱的 那種心火 我好像會容易冷卻下來 他就留下 我欣賞這一份 有時候我們都要 不是說不分享 但是有些很親密的 留在跟天主去傾談 他說 我用幾句說話 來蓋上我最進度之後 第一個星期 凝繞著在心裏的感想 以及其後的歲月裏面 尤其在我進度 和首祭紀念日上 來回的思想 他會想 他會想 他說什麼呢 一無所有的 使他們好似 實有恥 大家要明白 他的中文 和一百年前 即是 他寫的時候 不是一百年前 半個世紀以前 和現在我們 都是有些距離 他實有的詩 即是實實在在 天主趙善那些沒有的 使他們好似擁有的 為使 誰也不得在他面前 花耀自己 這個很明顯 他是取自 加勒多前書 古龍所說的 亦是擴在他自己身上 在這裡 有幾種 雷神父自己的一種 你看到他很謙卑 很自軒 他覺得 我也是沒有用的 但是 沒有用之中 他又會很有信心 之前我們已經看過 他馬上把握時機 要自己學習 裝備自己 我要去中國傳 要去翻譯聖經 這個很有信心 如果這個沒有信心的人 怎麼會這樣做 有些人說 可能他自大 這個很微妙 在這句說話裡面 在他引用 受寶龍在加勒多前書 這裡的影響 所思考的思想 他看到很微妙 因為聖人會有的 一方面 很有自信 但是 同時自謙 而不會自大 或者自卑 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 怎麼可以做到 因為天主 不是因為自己 為什麼 信心 來自天主 他體會是天主 給自己的邀請 照叫 於是 不會自大 不會想著 我去中國 我要翻譯聖經 如果我告訴別人 我去做什麼 又籌錢 或者什麼 不是 他是一個人 靜靜的 但是很有信心 很有方向 很有毅力 但是同時 不會自大 又不會自卑 各位兄弟姐妹 我覺得 這裡是很重要 給我們很多的反思 好 我們再看下去 繼續看看他當時的 進度之後 好多久的心境 他寫了一些 祈禱的內容 從祈禱之中 看看他當時的 耐心世界 他那份 小小的靈修 雖然說 廣生平也講了 他的靈修 他說 主 請你賜給我 使我實有 就是 擁有你 將你賜給我 使我實有 主 求你不要放棄 不用 求你不要放棄 不用你的恩賜 就是什麼 他自己看他自己有恩賜 我相信 雷神父 他應該都會明白到 自己是一個 很有 就是很有能力的人 很聰明的人 很有智慧的人 所以他說 但是他歸這些智慧 為恩賜 是天主給的 他說請你不要放棄不用 就是他的 現在在他那裡 但是天主你的恩賜 不要 滅是你這一根乾枯的小草 他自己 說他自己 乾枯的小草 如果離開了天主 就沒有水 對不對 然後另一個祈禱 就是向瑪利亞 他說 瑪利亞請你 念我媽媽 讓我和你一切 灰在你的金儀的聖心裡 那麼 意大利的會侍 很多 就是從聖母很親密的關鍵 在這裏都可以見到一點 好了 我們再看下去 開始有些考驗了 就是盡了 盡了 做了神父 就要派工作 總會長通知 在1931年 現在是多少年 90年前 90年前 還差幾個月 當時 小兄弟會 總會長通知 雷神父 其實就安排 所有新星的神父 去不同的地方 安排他去哪裡 去中國 一年之後去 去做什麼 擔任在湖南省 湖南省就是在廣東 剛剛接洋 在北一點 都屬於南方 行約小修院院長 去做小修院院長 他聽到之後 從人的本性來說 他覺得一切的希望 頓成泡影 不要 為什麼呢 他有一個思想 很快地掠過他的心頭 天主沒有叫我去做 中文聖經的工作 為什麼他會這樣想 因為 你要知道當時的 整個教會的背景 就是修會生活的精神 想上的意思 就是天主的意思 就是 上司叫你去做什麼 其實這就是天主的意思 你要服從 現在總會長 就叫他去做小修院院長 沒有叫他回聖經 可能他那時候也有表達 但是他在自傳很放棄 但是 這個是不是天主的意思呢 開始他有這樣的動搖 就是那個原因在這裏 配景在這裏 好了 我們再看下去 正如他一直以來 就馬上去馬里亞 去聖母那裏 他說只是一會兒 他懷疑了一會兒 他說我馬上覺得 這是一個考驗 我必須克服 他說我應該順手我的許諾 尤其是向聖母所做的許諾 我要不斷地工作 直到將聖經譯成中文 原不為止 這個不斷工作 聲音如何 OK嗎 好 那就繼續了 謝謝 現在沒有聲音 可以嗎 可以 OK 剛才說到他覺得自己好像有一個考驗 於是他就走到聖母面前 向聖母有一個深長的祈禱 再一次許諾 要翻譯聖經 亦都向他講明他自己有很多的缺點 是什麼缺點呢 下一章部分我們就看看 就是在聖母面前 他承認自己很多的不足 他說我沒有充分地學好希伯來文 又沒有讀完解經學的課程 因為解經學有一些不只是在聖母之前讀的 之後如果收會派他去讀聖經 他就再深操 但是沒有 收會沒有派他去聖地 他都沒有 對中文又不懂 還有他健康又不太 事實上在未來的幾十年 他回到聖經的工作 他有幾次因為健康問題 中斷了他回到意大利休養 他說很多次在會員裡 我浪費時間 沒有那麼分配時間 沒有那麼讀書 都覺得自己是不對的 我看到這裡 如果雷神府都覺得不對 我就真的慘了 有時候都不知道 什麼都搞什麼 又一天 總之他說 我將我的願望 我的憂慮 還有我的志願 完全賣給聖母聽 那次交談 特別留意 發生在8月13日 所以其實是在他之前 他未收到總會長的通知之前 他自己就許諾 和聖母有這個許諾 所以當他知道總會長要派他去中國 但是沒有提到要回去聖經 他是動搖過一刻 於是他就回到聖母面前 回到這個對聖母的許諾 求聖母繼續向他轉土 你看到 如果我代入他這個時刻 完全有理由相信 這個是自己發夢的 就是想出來的 你回去聖經 第一 你自己身體又這樣 然後你的學識 實際上來講 經過來漫 什麼文 都不懂 都沒有那麼好 做什麼 你只是一個人 很容易就放棄 亦都沒有人 沒有人要你做的 沒有的 修會沒有叫你做 教會沒有叫你做 完全是他自己的 所以這件事很奇怪 很奇怪 要他放棄 完全是很容易的事 沒有人會質問他 會說你這樣就不對 完全沒有 但是他就在這裏 很奇怪 他就堅持 我自己原體 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不是他相信 這個是天主對中國教會的眷顧 特別是中文聖經 通過雷神父對我們的關懷 對我們中國教友的關懷 很難解釋 好 我們再看下去 他開始來了中國 開始了他在衡陽的生活 他住在衡陽一個地方叫黃沙灣 衡陽就是湖南省的省府 衡陽 他不是住在主教座堂 主教座堂出了在郊外一個地方 黃沙灣 一個小修院 現在還有修院 但沒有修士 也仍然有聖堂 他在做什麼呢 他的生活 由1931年到1934年 他說他自學中文 研讀聖經 然後著手翻譯 他說這些活動可以概括我 全部這幾年的生活 或者是他全革生活的第一階段 他怎樣呢 他說每天五個小時 讀中文 讀漢學 漢學就是中國文學 包括歷史、地理 三個小時研讀聖經 包括希臘文、希伯來文 和解經學 認識經學 其他時間 就是自己基本上去做的 祈禱、念日課、讀聖書 另外還有他是小新院院長 要有些日常的事務要處理 照顧小修生 這些不在話下 不過你看到 一方面 他的確是很有智慧、很聰明的人 但是呢 天才呢 都要努力的 不是說 那個人厲害 就不用讀 不是的 你真的要有貢獻 有些事情可以有成果 不是靠天才 天才可以一會兒 但是呢 真正的智慧 所以是要看到自己要勤學 要苦讀的 這一點呢 我覺得雷神父在他的生平 也給了我們一個好的啟發 一個方向 好,我們再看下去了 四年之後 到1935年 他記得很清楚了 是4月11日 聖周五那天 我們要知道 他寫這一本回憶錄的時候 是他過世前年紀 1975年的時候寫的 即是過了多少年 40年 40年之後 他還記得 4月11日 所以你想想 第一,他紀律很好 第二 就是 那一日是為他好 很有意義 所以他還記得 聖周五那天 他開始 從原文翻譯成經 他說我開始 尋重而艱難的工作 那麼 四年而已 四年裡面 已經 自己學了中文 或者有些人會教他 但是 你真的要翻譯 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不是說 你現在的傳教士 不是說 不是說 看輕現在的傳教士 就是一般 一般 你讀了兩年中文 大家溝通 都是比較 可以 但是 還要認那些字 還要寫字 或者 沒有十年 都不要說 寫中文 但是你想想 所以為什麼我說 他是很聰明 很有智慧的人 但是不單是這樣 而且他是 願意去努力 下苦工 接著他說 連在1937年 7月7日 就是盧溝橋事件 中人戰爭爆發 日機轟炸之下 我仍然繼續工作 直到1945年 我相信天主 上次 要我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工作 我就不得表示 厭凡不滿 在這裏 我自己 一直 和大家準備 凡思 真的很令人讚嘆 你想想 那時候 什麼環境 打仗 他自己 是一個人 在窮鄉僻揚 又自學 翻譯聖經 逐個字 逐個字 外面 兵荒馬亂 一定都影響 那些 教堂 教會 教友 他都要去 有憂心 一定有很多這些事情 但是繼續做事 繼續工作 甚至 不表示厭凡不滿 本來 大有理由 為何 天主 我做這件事 你在我年輕的時候 大可以這樣做 我小時候 你就已經 給我一個聖詔 聖詔中的聖詔 叫我翻譯聖經 給我環境好一點 讓我安心一點 不用擔心 為何要做到這樣 是否我不應該做呢 我想這些事情 都不奇怪 一般人可以有這樣的想法 大雷神父母 不僅繼續做 而且沒有怨烈 在這裏 給我自己 真是很大的心思 反省 即 甚麼重要呢 是否外面 環境是否這麼重要 環境可以有時 一帆風順 外面 風條雨順 甚麼事都沒有 可以 但不是經常這樣 社會動蕩 像現在疫情 或者之前的社會事件 使得我們 真是很煩 不知道做甚麼 甚麼都不搞 但是 心境很重要 雷神父 告訴我 環境是會影響 不過 心境才是決定的 這個心境是怎樣 這個心境跟天主在一起 為甚麼 他說 我相信天主 要我在這種環境工作 我就不得表示厭凡不滿 因為 這個環境是天主容許的 那我就做 天主沒有說 叫我要平靈安安 是不是 每個人都支持我 然後我才翻譯聖經 大家很多人幫我耍 我才做的 沒有 天主沒有做這件事 是嗎 所以 各位兄弟姐妹 如果我們覺得 現在香港社會怎樣怎樣 是嗎 是的 可能是真的 是嗎 不過 這個不是阻止我們 叫我們 這個不搞了 這個不做了 不是這樣 你看看 雷神父 很多東西我們學習 好 我們看下一張 不單止 翻譯聖經 其實他在北京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他一個人 未曾 為什麼會去北京呢 因為這裡沒有好待 很可能 亦都是因為戰亂 因為北京都說了 都是首都 他也是意大利人 當時我們都明白 日本和意大利 德國 組成 俗心國 對付 民國 英美 法國 對 所以意大利人 在中國 日本的佔領地 他們都比較有自由 可以去做一些 武民工作 所以他在北京都 他說他幾乎每天都去幾家醫院 去探病 也都為了一些社會團體 講避正道理 不單止是自己翻譯聖經 他都要應付 因為到這裡為止 其實那個修會 沒有正正式式 給他 要說 你什麼都不用做了 你就回到聖經 沒有的 就是由 開始 要成立 師姑死經學會 之前 一段時間 可能一兩年 慢慢 他也跟總會長 談 跟當地的省會長 表示這份意願 還有一些成果 於是 修會慢慢 去到體諒 朝向主的方向 就是 有一班的弟兄 成立這個消息 成立的幕後會 但是作為一個神父 他仍然有他 要做的博物工作 雖然他不在唐區做 但是他還是探訪病人 跟修會團體講避正道理 為北京和天津 天津 天津就是北京的一個外港 為那些僑民 就舉行 退省神功 就是 大備靜 也都為當時婦人大學的 教友 男女學生 連續三年 和那裡的教師 講這個 語節的退省道理 大概就是 成州五 還有聽好解 他說 因為 藉著這麼多的工作 看到他 體會到救世主的無限仁慈 他說 人靈 人的靈魂 沒有世上的家鄉 而只有一個家鄉 就是天上 天主的家 他說 全體天主的子民的家鄉 就是父家 天父的家 這是多麼真實的事 在這裏 都流露出 他一種 牧者的心場 在戰亂當中 都用他能夠有的 方法 時間 去照顧 他一個人 同時 繼續他的福傳 即是他的 翻形聖經工作 好 我們再看看下一章 剛才說過 意大利和日本 在政治上 大家是走在一起的 所以 這個原因 雷神部 都有一個機會下 就是 做了 少少 和平工具 在他的自傳中 提及這件事 他說 在日本投降前幾年 即是1945年 日本投降是1945年 8月15日 是聖母升天 很特別 一個 在教會中 隆重的節日 但是 其實他們 接受這個投降 就不是 看過教會的日子 不知道為什麼 到今天 到了那天 就是天主 很明瞭的 安排 我記得清楚 在1994年4月 有一位將軍 叫日高將軍 請我到他家 借大家談 這位日高將軍 就是一位 高級將領 他跟雷神父中間 有些詩交 有友誼的 看起來 他不是一個 粗野的人 好了 他說 他們有一個 很秘密的會談 內容就是什麼呢 近衛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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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時 應該是 或者是中國佔領區的 一個 最高的 將領 他就以天皇名義 就是日本的天皇 就願意以和 講和 日高將軍就問雷神父 他可不可以通過雷神父 就問當時的 梵帝江主華市節 這個蔡寧總主教 就出面請教宗 從中周旋 達成這個目的 他就告訴他 他就把這個消息 就問蔡寧總主教 蔡寧總主教 就認了問教廷 於是就回到頭 告訴他 好吧 我們配合你的意願 於是就 就把電文 托你 轉到被將軍做了 一點點的工作 但是我們都知道 這個工作是沒有成功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日本當時想通過這樣的做法 是做一個 一個 有點體面一點的 好像大家 傾過 我又撤村 你又給我什麼好處 等等 但是後來 我們都知道 美國就有原子彈 炸了日本 廣島和長崎 於是 日本 沒有辦法 都不可以再說什麼 條件 所以唯有 就是無條件投降 之前 未有原子彈之前 他們還想著 可不可以 大家 談談 你又給我一些東西 我又走 還是想有些交易 有些利益 所以才有這個 所謂的和談 如果你沒有條件 就不用談 所以 到了原子彈爆炸的時候 就沒有了 這件事 沒有發生 只是在那裡 雷神父 做了少許一個僑良的作用 不過呢 是否完全沒有成果呢 我們看看下一章 原來又不是 很奇怪 天主在這裡 他說 戰後 我知道日高將軍 在東京一位神父手中 在去世之前 令我誓 我知道之後 很開心 歡欣萬分 日本人在中國 往往行動 粗野 卑鄙 但是在他們中間 也有些人 是表現得公正高尚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戰爭其實不是一個人 自己想去打仗 而是整個國家 裡面有些人 可能是大部分 或者是小部分 他們不願意 但是沒有辦法 都要一起 雷神父的理解 通常就是那些 曾經讀過漢學的人 他說無疑 日高將軍就是其中一位 他認為日高將軍 比較了解中國 了解中國人 於是他都盡量 在戰爭之中 一個不義 你這樣侵略是不對的 但是他都盡量 去做到公正一點 不要再做得太過卑鄙的行動 完了之後 整件事回到日本之後 他都可能直接洗禮 都是一個歸醫 在這裡 我打個名字 所以我起見果實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的反思 我想一下 雷神父做和平工具的行動 好像沒有什麼成果 日本侵略後來有炎子彈 才無條件的投降 雷神父沒有做到事情 你的行動都是白費的 但是我們看事情不是這樣看 如果我們誠心誠意去做一件事 這件事看上來未必有我們想期待的成果 但這不是表示毫無成果 很奇怪的 天主會在冥冥之中 借著我們所做的事 如果我們真的按照祂 會成就祂的事 譬如這裡 有一個人 有一個將軍 他歸醫 他體會自己做的事不對 他領洗歸醫 不是他射罪 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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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一個人的歸醫 已經可以抵得上 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要這麼看小 我做這件事 有沒有用的 有什麼成果的 可以有什麼 見不見效的 有時候我們想這些 當然不可以完全沒有 你做一個講座 只有幾個人來聽 都要想一下 你繼續搞下去 但是 如果你不是 譬如我找一個講座 我不知道有幾個人聽 但這不是關我的事 師高聖經中心請了我 雖然少些人來聽 不要緊 我照說 我準備了的 我完全講完 我相信天主會通過 我的分享 即使兩三個人聽 但是兩三個人 可以有天主 有他成就 在他們生命當中 我不需要這麼介懷 只有兩三個人聽 你師高聖經中心 下次不要再找我 如果這樣 就不是雷神的精神 不是基督徒 應該也是精神 好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 是的 一邊雷神父 繼續翻譯他的聖經 他說 當我逐漸接近 易元舊入的時候 我向自己提出很多問題 在這裏 亦都被我們看到 他這份的欠秘 是一個很敏銳的自省能力 很高的自我反省能力 問自己 不是說我做完了 很好 為什麼你們都欣賞我 不是的 我怎樣教他 我怎樣收回他 然後 怎樣可以把日本 讓人 都知道 他自己做了 關門 你搞了很多事情 那怎麼辦 最初 他向修會 表示一位 師道 一個神父幫助他 就是中國的神父 幫助他 幫他看看 中文 但很快 他發現 這樣是不夠的 為什麼 因為 不是這麼簡單 雖然 聖經很厚 現在我們的 師高聖經 都是二千多頁 第一 這件事已經夠了 你只看 你只用多少時間 不單止這樣 而且 要中文的好 要有一個互相切磋 所以他說 必須培植一批的師道 讓他們研讀聖經 不單止中文 還要讀聖經 然後你才有資格 修改我的譯文 修改譯文之外 還有一件事 就是 逐步一起工作 讚寫 註解 和隱焉 這裏就是天主教 很強調這件事 所有我們的益本 一定要有註解 和隱焉 不能夠 就這樣 你自己看 不行 要註解 和隱焉 這就是 很強調 因為要在 教會信仰的光照底下 去明白 天主的聖言 這當然也是 因為 16世紀 1517年 和基督教中間的分裂 引起 覺得 如果聖經 沒有在信仰的光照 沒有教會的信仰 給我們一個方向去看的話 很容易 一路去解釋 解釋 解釋到 很遠 分離 好像教會一樣 所以 天主教會很要求 一定要有註解 一定要隱焉 要給這些 信仰上的指導 因此 都不只是看那個益本 所以雷神在這裏發現 就是 找一兩個人來 看看那個益本 不夠 是不可能 於是就慢慢有這個想法 成立一個團體 一個工作的團體 一個學會 好 我們看看 這就是 1945年8月2日 即是日軍正式投入之前的兩星期 當時已經和平 已經在尼猛的氣氛當中 只不過還未曾正式投入 其實已經是 已經在那個 大家都知道日本書 已經退 了 成立這個 施高士興學會 就是在北京 在婦人大學 附屬一個叫做 煤廠的宿舍 正式成立 我去過 北京 好幾次 但不知道在哪裏 現在只有一張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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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正中間的 雷神虎 後面有幾位 有幾位 四位方制會士 有些我認得 有些不認得 最右手邊 就不是方制會士 是一位名譽方制會士 就是 陳維統神戶 如果你一路去參加 師高聖經中心 或者聖經協會 的兄弟姐妹 就會聽過這個名字 因為陳神父 都過身很長一段時間 他就是 後來來到香港 一直幾十年 跟雷神父一起 旁邊的位 就是流水堂神父 都是早年的 師高聖經會 就是開始的神父 再很高 他站在中間 就是 湖南省 在衡陽 跟著雷神父 由小修院 一直上來 李氏如神父 這三位 就是李氏如神父 劉水堂神父 陳維統神父 這三位 都是 都是 開始創立這個 師高聖經學會 的 可以說 創會 會員 他們 都一路 隨著雷神父 來了香港 直到他們過身 都是在香港 這三位 我自己 就有親身 接觸 因為我入會 他們都在 都是 在師高 四學會 另外 那兩位 應該就是 後來 沒多久 離開了 修會 所以 我也 不認識 好 跟大家介紹了 團體 他的 取名 就是用 方制會十三世的一位 聖人 就是 增福聖人 董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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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認識了 他就拿了 這個 師高的名字 為什麼呢 一方面 他是一個 學者 董斯高 第二方面 他很 很喜歡聖母 甚至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地方 就是 他 有一個辯論 就是 有些論文 就是他辯護 瑪利亞是 此胎無染 就是 無染原罪的聖母 他就辯論 就是 去證明 就是 用邏輯的證明 瑪利亞是 無染此胎 那 一方面 他是 很熱愛聖母 第二方面 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 這兩樣東西 也是方制會士 於是 就很配合雷神父 他的想法 以及他自己 他也很熱愛聖母 他也是很有學問 也是方制會士 於是他就選擇這個聖人 當然他沒有自己這樣說 只是這個我想出來 我覺得會是這樣的 那麼 師哥聖母聖學會的名字就是 來了 那麼 早年 我入 收會的時候 很多教會裡面的兄弟姐妹 都會誤會 以為這個是包師高的聖經學會 因為包師高 是出名的 在香港 持有會士比較多 方制會士比較多 而且很多方制會士 早年就躲在學會裡 回去聖經 所以 很少出來 就是 掏頭 於是 不少人 亦誤以為 這個是 師高性學會 即是 董師高 即是 包師高 其實不是 是董師高 不同性的 好了 我們再看下去 請下一張 好了 這一張 可能其實是 早一點 應該是成立 學會之前 不過放在後面 不要緊 這裡就是 介紹 雷神父 認識另一位 很出名 因為香港很多人認識 就是江文也 一位 姓樂的作家 作者 他本來是台灣人 亦去了日本 讀音樂 後來 回到內地 在那裏 做音樂 創作很多音樂 他在大戰期間 在北京 認識了雷神 或者雷神認識他 他很多時候 就是 當時 開始的時候 因為需要 雷神父 想 將聖靈集 補一些音樂 所以 邀請他 來會院 聽他們的唱日課 給他 有一種 觸覺 有一種敏銳 聽聽我們 在教會中 如何唱日課 他有興趣 然後 作了很多歌 唱聖榮 直到今天 我們仍然有不少的歌 是唱的 譬如說 《乾坤揭主詠》 《我心如小鳥》 好像也是他的 大家看看 總之是江文也 就是他的 他說 他不單止閱讀這些 聖榮集 而將他 好像吞進去 即是他消化裡面的志 體會裡面的情感 好像 他感受到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要將以色列民族的詩篇 全部都補成歌曲 我們要留意 這些詩篇 其實是有音樂的 所以你看看 很多聖榮前面 有個小字 都寫著 什麼交給惡官 用什麼調 記什麼調 有個小字 你看看 你可以看看 聖榮前面 那不是聖經 而是聖榮的背景 雷神想 將聖榮都要放中國音樂 所以邀請了江文也 審慎感 使他明白 我不能夠保證給他應得的報酬 為什麼呢 因為你請音樂家做些事情 你給多少錢 這個真是很難說的 不要說以前 不要說戰亂的時候 今時今日你在香港 都不知道 比如說你想找人作首歌 你給多少錢 或者這些可以是 無價寶也可以 所以他堅持 為什麼 我不忘了一個細節 因為 他們有一段短時間 是坐牢的 坐牢的時候 認識了江文也 即雷神 他坐牢的時候 認識了江文也 為什麼坐牢呢 要說回大戰期間 日本人和意大利人的協議 有一段時間 是不行的 意大利人都要坐牢 一段時間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認識了江文也 江文也 當時他認為自己 有一些案件在身 他無望的時候 他都向天主祈禱 去到他們的會院 江文也 後來 當內地政治 是變色 他仍然留在中國內地 後來也有寫一些歌 不過到了文革的時代 六零年代 就是受很多折磨 被打成右派 因為他本身的出色 就不太好 因為他是台灣人 又去外面 在日本讀書 寫了一些歌 又不是 不只是為中國 而是為了教會 於是很容易 將他打成右派 即是覺得他是 資本主義那一邊 有說法 就是他 後來臨死前 是領洗的 有這樣的說法 但自己本身 沒有很多 證據 或者有人親身告訴我 不只是聽聞 不過 他為教會 也付出不少 江文也 我們也為他祈禱 少許的插曲 其實當時在北京 雷神父 除了認識很出名的 有張軍 有這些文人 音樂家之外 也認識在早年少許 也跟他聊過 所以他也留了一篇文 是跟德日進的對話 德日進是耶穌會 一位很出名的神學家 和科學家 以後大家可以再有機會再聊 好 那我們再看看下去 那就是當時打仗 四五年之後 戰爭和平之後 很快就內戰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到兵臨城下 於是 那幾年 他們出了一本 分冊 梅森五書 大家知道 整本《師父聖經》 1968年才是 全本翻譯的 之前出了十一本 將整個聖經分了十一冊 譬如說 新約裏面分為福音 一冊 四本福音一冊 然後是《中途經書上》 《中途經書下》 就是三冊 舊約裏面有梅室 有先知書 有智慧 分開十一本 第一本 第一冊是在北京出的 出了之後 那天是1948年10月4日 聖方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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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出了這一本 但是第二天 就要去天津 要離開 要離開 因為打仗 因為1949年 大家知道 共產黨的軍隊 解放軍已經入城 所以 那時候已經 叫風聲鶴淚 可以走的人都走了 去天津 或者去天津 坐船 不知道是坐船 坐車 我就不知道 去了上海 由上海再來香港 他說 有一句 言語在意大利文 離別有如死亡 其實中文一樣 生離死別 他說這句說話 都合適我當時的心境 不僅是因為要離開北京 我想 也有相當長的時間 由1931年 來了內地 就是中國 在衡陽 到1948年 已經是17年 離開中國 也是很混亂的時候 所謂兵荒馬亂 究竟這個 翻譯式的工作會怎樣 其實有很多未知數 在這裏 離開了北京 與此同時 北京聖經學會 那些人都早來香港 我們繼續看這張畫面 他來了香港之後 其實在1948年 剛才說到 10月4日 他出了《梅生五書》之後 離開了 來到香港 就是1948年 年底 分幾批 我記得陳維統神 有些前有些後 帶了很多書 北京圖書館 他們有些善裝書 即是用善穿著 很寶貴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在斯高社學會的圖書館 都見過不少 就是他們那時候 在北京搬下來的 下來了之後 首先 很勉強住在九龍塘 的方濟會院 即是現在的今天 在窩打路道 133號 現在還在 不過現在重建了 當年很多 由北方來的會市 都住在那裏 在那裏很難工作 因為大家很人逼 這麼多人都過得起 忽然之間 多了很多人 在那裏 雷神父 要想辦法 找一個合適的地方 來翻譯聖經 讓會市門 有一個地方 可以好好工作 於是 跟教廷 是 在那裏申請一些資助 甚至因此 他們見過教宗 當時是 庇護十二世 直接去面見教宗 向教宗申請 錢 賺錢 才能買到地方 於是他們 一年之後 1949年 買了在堅尼地道 70號 一個別墅 在那裏 做了司高省學會的會址 到70年初 應該是1974年 那裏 那裏 因為那個地方 在堅尼地道 就是 車是去不到的 要走很多級樓梯 按老神父說 要走百多級樓梯 才能去到會院 當年後 1949年 但是 年長 有些人會 到了70年代 他們已經 又過了 差不多是 20年 於是他們覺得不可以了 於是再搬 1974年 就搬到 天德順道老婆 在渣天山 那 先說回 那個 堅尼地道 70號 在那裏 在現在的合和中心 合和中心 或者是園那裏 那裏 對山 那裏 現在建了一些私人樓 有一座樓 在那裏 還寫著 堅尼地道 70號 你可以看到 不過我們很少會經過 堅尼地道 所以不太多人知道 在那裏 不要緊 和大家說 好了 1974年 就搬到 現在的宴寺 就是 堅尼順道老婆 在渣天山 車可以去到 於是 為年長的成果 比較方便 好 我們有少許 看看 他在學會中 是怎樣生活的 他說回想學會的生活 不是 剛才那張還沒說 回到剛才那張 他說回想學會的生活 是辛勞的 但我覺得 無論是筆者 他自己 或者其他人 當時都不會感到過分的嚴厲 我不能夠回憶我那些同事神父們的辛勞 而不感激之恩 在這裏 我覺得我們都要 一方面很辛苦 為什麼辛苦呢? 不是要擔妙台 而是 要 一班的 男士 神父 做得事 壯年 不要到處走 十幾二十年 坐在這裏 做文字功夫 這一點也不簡單 如果不是有雷神父 這樣的一個人 有這樣的魅力 也有這樣的謙卑 有這樣的才幹 很難 可以馬得住這些人 因為他下面的人也不簡單 陳遺統 每個人都有專長 但每個人都 聽他說 這個不簡單 所以為什麼 一個學會 能夠 這麼多年 不是一班人 坐在一起 做一件事 一年兩年解散 不是的 這是這麼長時間 幾十年 1945年 不是很容易的 好 我們再看看下去 我們再看看團體生活 直到今天 差不多所有神父都獻身 聽告解 講道理 職務 他們都有做的 就是周末的時候出去 尤其是為神職解 修會 分屍天主聖業 而我們自己 忠實地 舉行每月的退醒 每年的秘政 我們就聘請會士 有時候都不一定 請會士 有些非方就是會士 來講道 有一年 因為說的人 來不了 1965年 他都自己 說回 這裡有些 謙卑 自己平時都說的 別找我 那張照片圈著的 就是雷神虎 好 我們看看下一張 這裏也要講一句 就是關於聖經協會 香港的聖經協會 不是雷神父 成立的 不是他成立的 是後來 應該沒有記錯 是陳迷堂神父 和他在香港教區 成立的 一起 但是 雷神父也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們也要明白 當時慢慢開了梵義 1965年 凡義是很推廣的天主聖業 特別是要教友的層次 也要幫忙 所以他有這樣的想法 他說 成立中國的聖經協會 也是我青年時候的另一個美夢 我切換他的效果 和他實際上 可能得到的 是沒有的 這是事實 他說 天主能夠使用我們 使用我們七彎八曲的線條 執不直輸 意思是 就是說 天主可以用那些彎曲的線 成為直線 就是說 我們看起來 好像做不到什麼成果 但是天主可以使得我們的 誤解 做錯事 都有成果 只要我們 用心合 真誠 但是我不否認 一般來說 他說 當我看到新教 和基督教的普通教友 如何協助聖經工作 內心就有一些感受 就是 人家都做到 我們明白 那時候沒有 教友的聖經協會 所以 做聖經工作 仍然都是一群 受過專職 訓練栽培的 神父們的努力當中 他已經很早 他已經覺得 這個不可以這樣 應該去到教友 平訊圖那裡 有這樣的想法 有夢 可以說 他說 我不相信 一個誠實的 天主教徒 看了英國 美國的聖經工會 歷史會不感動 因為他們的聖經工會 其實都是教友 主要是教友去推動 如何在聖經牧民 去做工作 好 這是他的夢想 要到後來 他離世後才實現 好 再看看 他自己的自處 在這段時間裡 他說 回祖聖方濟曾經說過 在回規中 他說 既然一個母親 撫養憑愛自己骨肉的兒子 我們更應該去熱愛自己精神的弟兄 他說 我曾經讚賞過 說得很好 不過 我是一個自私的人 我都沒有按照他實行 由於人都注意上司的榜樣 所以我的自私就是主要的原因 使到學會的各位神父 犯了缺點 希望天主沒有使他們 都犯了與我一樣的罪 在這裏 他沒有說到什麼罪 不過 我們要知道 他現在在寫一本 就是《自傳》 其實寫一個自傳 就是他當時的院長 也是他的學生 就是李氏玉神父 就是很高的位 那時候 就是1975年的時候 就是他 是司徒社學會的院長 於是 他就叫雷神父寫這本自傳 為什麼呢 相信他都看到 一方面 雷神父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他身體也開始不太妥 很可能因為這樣就叫他寫 就是命令他 因為如果你不是這樣 他不會寫 但是他寫的時候 他應該會有個想法 相信將來會有很多人看的 對吧 所以他在這裏 亦都有一份 好像有一份 謙卑的表達 就是用一個曲線這樣 去向自己同會裡面的神父 就是師父、師父、師父 一直合作這麼久的神父 去表示一種協議 就是自己也有些做得不太好 我就知道 會組方仔說過這個說話 應該愛自己的兄弟 勝過媽媽愛自己的子女 我看過的 我也覺得很好 我賞識過的 不過我沒有做到 我做不到 我都很自私 我都缺點的 求天主使得大家 使得各位神父 不要犯我同樣的罪 這個是很軟毀的 用了迂迴的路 但是是一種好天秘 向弟兄承認自己的不足 好了 我們這段時間 要看看他 另外 不是聖經的工作 但我覺得和聖經很有關係 就是探望澳門的麻風病人 他寫了這一段 他在我乘船前往澳門 去探訪我親愛的麻風病人 在這裡我們就知道 已經很奇怪 為什麼 他一心要做的事情 就是翻譯聖經 但是他竟然 花時間 去澳門 你可以說他花時間 為什麼 去澳門不是現在 我們這個年代 去澳門那麼簡單 我們去澳門 乘船 一個小時就到了 一天來回 閒事 那時候不是的 坐大船 去了半天 去了之後怎麼樣 麻風村在哪裡 麻風村不是在澳門的島 不是在澳門街 在下面 在路環 澳門有一個本島 然後就是 路環 三個島 路環是最下面 沒有車去的 路去不到 那怎麼樣 要坐船 坐船 要等水退 水漲 水退 就不行 船就埋不去 因為太淺了 澳門的水很淺 因為水漲 艇可以到 埋到外 這樣就可以探討 一些麻風味 那就是說去澳門 去一趟 最少是三天 如果求成就 就不應該這樣做 你去一趟 你可以坐幾個小時 吃一頓飯 你要走 那一晚 你要走 去到三四天 但是 在這裡看到 雷神父不單是 翻譯一個文字的聖經 我覺得 就是他將這個聖經 將天主聖言 翻譯為他的生活 他的生命 去關顧最弱小的人 這個是很值得我們去銘記 這些麻風病人 他說他們曾經為福會的工作祈禱 為什麼 因為雷神父請他們 為他們祈禱 而且 仍然繼續為他們祈禱 他們並非人人識字 但是那些識字的 都有聖經 當聖經合定本出版的時候 即1968年 出版了 他們也買 這個是感人的事 一個可憐的麻風病人 有時候由於沒有手指 一定要用舌頭來翻書 為什麼沒有手指 因為麻風病人沒有感覺 那個病人 他侵蝕你那些神經的系統 他虧神經線 於是沒有感覺 於是身體磨損了 你碰到壞了都不知道 所以手腳會壞 會爛 會掉 這樣的人都買聖經 一定是被任何富有的人 購買 但是更加動人 好 他又說其中一位的兄弟 我們就看下去 他說這位在內地來到澳門 曾經受過教育 擅長電器的一個極供 為人老實 公道 來了幾個禮拜 他接觸到聖經 而且開始守不食卷 這位兄弟姓林 林先生對我說 神父我只有35元 褒幣 大概是港幣 可能三至十元都不頂 他說你收內 你給我全套聖經 他沒有收錢 我沒有要他錢 不過就給他聖經 他說我想自己從未送過一個更恰當的禮物 然後沒多久之後 他說他對我說神父我雖然不配 但我希望做教友 他的詞傳中有說到 後來他是在 胡子兒神父 當時茉峰村是持有會的 胡子兒神父打來的 在胡神父的手上 是來洗的 這位茉峰病人 好 我們再看看下去 當時 雷神父也辦過聖經展覽 也是一件大事 1963年 舉行了有幾次的聖經展覽 同時有聖經周 先在台北 然後去到台南 然後去到高雄 即是三次 台北、台南、高雄 高雄在最南 獲致了意外的成功 所以很多人參加 在香港也有 在香港大會堂 政府也有參與 我們今天想不到 當時殖民地 不一樣 他說所有中學都放假一天 如果不是回憶老這樣寫 我想很難相信 放假一天 使學生可以去香港大會堂 參觀在那裡陳列三日的展覽會 第一次是破天荒 在這個展覽上 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 以兄弟友愛的精神攜手合作 你留意一下 1963年 反而還未開完 不過當然 那種的合一氣氛 已經在推展 雖然文件還未出 但大家都在說 於是 就有這個合一的動作 我們再看看澳門 1969年 復活節前三月份 最後兩個星期 就在澳門 澳門由於地方小 很多修女來幫忙 數了很多修會的名字 例如 方濟馬里亞全教會 加勒薩 修會 武漁會 葛德魁會 聖母全教會 這個會 香港好像沒有澳門 現在不知道 前面三個修會都有 以及那幾天 剛剛來到澳門 天主教中心服務的聖保禄校類會 這裏可能要問回聖保禄校類會的修女 就是1969年他們剛剛去到澳門 直到今天 好 我們就看下去了 就說到1968年那一天 就是出版了這個 《詩高版》的《聖經》 但是他就不叫《詩高版》《聖經》 即是《雷神》 這個是我們叫的 為什麼呢?因為他謙卑 不會說這個《聖經》就是《詩高版》 所以叫《詩高版》 他不是這樣叫 他是在聖誕節那時候出的 所以他就叫做《聖誕聖經》 很有意思就是說 聖言成為血肉 所以聖經就是聖誕的聖經 就是聖誕版 在聖若望慶日那一 他就從澳門回來 於是就出版了 他走的時候還沒出版 就是拿去人 後來就出版了 聖誕望什麼時候? 是12月26日 是吧? 他就拿著《聖經》 就進去小堂 進去《詩高四學會》的小堂 就是今天 就是《憲德順道》的小堂 那裡有一個祭台 就是放了一幅 聖母無念聖母的畫像 他就拿著等在那裡 其實他每一次都是這樣 就是之前出《11冊》的時候 他一出 他也是去到聖母的小祭台 就是感謝聖母 唱《我的寧魂眾陽尚主》 白冷聖經 或者聖誕聖經 白冷聖經誕生 他說誰比無念聖母 更應該接受我們的重責 其他神父都領會我的心意 他們都跟隨我一起進堂 我一起唱了 我的寧魂眾陽尚主 這首歌 大家都知道 就是聖母 降生在中華大地上的接生婆 就是他懷孕了聖母 一直翻譯 就是懷孕了聖母 現在就生了出來 有這本書 於是拿著靈魂眾陽尚主 他就體會聖母的心境 好,我們下一張 他寫這個自傳在1975年 就是在1975年比較年尾的時候 沒有多久以前 今年1975年就是8月2日 寶尊地天使之後聖母節 那這是什麼節日 8月2日 其實就是聖母星天前兩個星期 是在方祭會裡面慶祝的 就是在西西里 就是聖方祭出生的地方 隆重慶祝 也有一個寶磚大殿的大社 這幾年都很多人開始慢慢注重 以前沒有太多人說的 那裡有一間小堂 這個小堂就是聖方祭自己去重建 從那裡開始 每年8月2日就有一個大社 那些就是另一件事 以後有機會做到第一國 那天我們慶祝了 每年兩天都會試過聖經學會 實行三十周年 包括1945年1975年 當然有台理撒 我深深感動 強忍著眼淚 不讓他隨意發洩出來 我在上主台前承認 由於感激 驚嚇 悲痛而淋淚 不是痛苦 我感激 因為聖母使我青年時的美夢得而實現 我驚訝,為何天主這麼大力幫助一個貧賤的罪人 就是他自己,對不對? 好,我們再看下去最後 他說我為自己的罪過也悲痛 如果做得不好,其實就是我 我的罪過阻止了天主獲得更大的光榮 所以他感激、驚訝和悲痛 好,我們再看下去 在他的自傳裡面,最後幾句說話 當我的肉體已經被埋葬在佛墓裡的時候 我的靈魂希望要如同我所希望的 因為天主的仁慈,而仍然在煉獄裡面 我們也希望,不要落地獄 你在煉獄裡面都在排著,等著有一天可以升天堂 他說我切願各位可愛的同事神父,為拯救我的靈魂 也為感謝天主至善的大夫 賜給我這麼多神恩 我幾乎要說,他將這些神恩賜給我,簡直就是浪費 但是呢 內心沒有說,但天主仍然使用我,雖然我這樣沒有用 讓我們一起唱這首聖母的賺歌 我的靈魂重陽上主 好,我們分享到這裡 你們還有靈魂嗎? 好,我們回顧一下 之前他是1907年出生 1931年來到中國 1945年成立了師高聖學會 從1948年年來香港 近年就是1968年出版了《師高聖經》 因為現在我們都叫《師高聖經》 我叫《師高聖經》 1975年,他寫《回憶老》那一年 也同時出版了《聖經辭典》 出版《聖經辭典》也是他的心願 好了,到過了這一年沒多久 1976年1月26日 就在加洛薩醫院辭世 享年是69歲 69歲 以今天來說也算是 不是年紀很大 我都快要69了,再過多幾年 希望早點都可以去練育派對 他小時候是1月26日 但是我們慶祝他的紀念日 不是1月26日 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排隊了 很多人 那天應該是帝茂德和帝道 然後又有越南、殉道等等 又有福藥室 於是沒有人法 根尾 排到1月30日 所以我們下一次和大家分享 應該是三十號 正一和大家再分享他的靈收 到了1984年 即是說他過世之後8年 很快 10年都未夠 已經進行列品案 在香港開始 去調查一些他生前和他相處過的人 他做過什麼 說過什麼 等等 亦都開官 到1994年 10年之後 宣佈為可敬品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可敬品 就是調查過他的現行 都無瑕疵 可以值得我們去尊敬 可以學習的 那叫做可敬品 但是未能夠移入聖品 為什麼呢? 可能就是未有奇跡 因為最少那時候要有兩個奇跡 現在一個奇跡都可以 除了沒有奇跡之外 就是可能要等時機 因為聶品這些事情就要等 有時候也要看看 比如好像公元2000年的時候 教廷是列120個中國聖人 都惹起一些風波 所以聶品不是天上的事 是影響我們人間 有時候都是很政治的 本來就是再早一點 2010年 2009年上 已經說可以聶品 有奇跡的了 但是呢 礙於當時的政治情況 沒有容許 等到2012年才是聶品 好,那我們下一張 聶品的時候 教會也很小心 因為有120位中國聖人的事件之後 於是教會特別有一個稱號 給雷神會叫做方濟會士雷永的神貴 是什麼呢? 就是東方聖賢使徒 就強調這一份 就不是其他東西 東方聖賢 就說他 就是怎樣 讓天主聖賢 降生在我們 中華大地 這個遠東 好了 跟大家說了一個半小時 四點鐘了 對嗎? 今天 我想問一下 我也不趕時間 如果有幾分鐘 大家有些問題 或者寫出來都可以 我看看有沒有人留言 都可以 如果大家想問 請你們 就開啟你們的音響 其他的 也請你們關掉 讓主教可以回覆一下 有問題的 請大家問一問 大家很清楚 對雷神父的生平 因為聽了很多事情 所以要思考 這個我明白 也明白 可以讓我聽一下 先說一下名字 我姓龚 我姓龚 龚生 是的,我想請問我們這個聖經出來了 但有沒有影響到東南亞、台灣、新加坡 其他的地區會不會是我們這本聖經 有沒有影響到其他的天主教會呢? 絕對有的 因為所有他們用中文的地方 他們都有用我們的版本 是近年才慢慢多其他版本 很多年,《詩高版》都是唯一的聖經版本 所以他們會在這裡買我們的聖經的書 他們編自己中文的黎薩書都用我們的版本 所以是有影響的 另外 你們有留言嗎? 暫時看不到 OK 我有些東西想說的 請問問誰好嗎? 我姓歐陽 我發覺台灣的翻譯人名跟我們不同 但其餘的都好像有些分別 意思是一樣,但字句好像跟我們不同 剛才我所說,剛剛出了司高版大家都用 但是有些人覺得,例如司高性的版本 有些不適合我們的用語 但大家要明白,雖然大家都是中國人 但用的中文是有些不同的 譬如我們講的中文和台灣人講的中文 和新加坡人講的中文是不同的 所以有些用語他們覺得為他們不是很暢順 於是他們就要改 在台灣就有這樣的出現 而且他們如果沒有記錯 到80年代、90年代 他們自己翻譯過禮儀的 他們沒有出過一個新的聖經 全新的版本 但在禮儀上的讀經 他們是改了的 在很多禮儀上 於是他們的名字有些不同 例如他們有一個傾向 就是把很多聖人的名字 改為兩個字 後面的理念就是 中國人就是一個聖 加兩個字 例如我下至成 於是他就把百多六 叫做百度 百度 他想著如果你為小朋友起名 例如黃、黃百度 或者李、李多麥 就是兩個字 於是 譬如瑪利亞 他叫瑪利 有時候也會 這是一件事 另外有些聖經裡面 他們會遷就一些 他們覺得這樣 會比較通順一點 就遷就了 譬如一個最經典的 就是把約望福音裡面 耶穌叫瑪利亞做女人 他們就改為母親 當然這就是完全相反聖經的意思 相反聖經的原文 但是當時他們就 這方面就好像不太好注意 就改了 這些都是很理想的 是有這些情況出現的 我們剛才所說的 希望能達到你的問題 還有一點 因為我在香港來 我現在在美國 所以現在是晚上 半夜 我們聖堂是在唐人街的 紐約那裡 我們有些書是在香港的 但是現在神奉用的聖經 就是台灣的 所以我們讀的時候很快 還有好像你經常說的金句 我們習慣到金句 他們說出來跟我們不同 好像聽不習慣 都是我們香港的好聽 都是司高聖經好一點 這個是習慣來的 真的是習慣性自然 司高也有些不太暢順的 這個也要承認 就是每一個的譯本 有它的優點 有它的缺點 有它的缺點 那麼司高的缺點 就是我們也要知道 他原來翻譯的那些中國人 就是和雷神活合作的中國的方式會 其實是北方人來的 這樣對我們南方的香港教友 很多字都不是很容易明白的 我們不是經常用的 也會有的 另外司高版已經是 就算由1968年計起 到今天已經超過了 多少年了 六十年 快七十年了 那麼 語言是有生命的 就是語言會變的 所以事實上 現在我們司高版的中文 已經是超過半個世紀之前的中文 按照翻譯來說 應該有一個重新的版本 是合適的 但是 沒有辦法 沒有人手再做 希望天主賜給我們另一個雷榮名神父 那麼 所以 我想這個也是 慣不慣的原因 我覺得 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又要明白 其實 雖然是一個語言 但是有不同的版本 這是很自然的 只不過在中文裡面 我們比較少 例如美國 英文版本有很多 美國的版本 例如美國的聖書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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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所以 各有優戀 這裡 還有 我是讀經員 神父要我們讀完經之後 他說 尚主的話翻譯得不好 要我們說 尚主的聖言 然後 他們讀完福音 他說尚主的話都不好 是基督的福音才好 所以我們有些不同 好 那這個好不好 這個直接跟聖經沒有關係 這個其實跟禮儀的經文有關 因為我們的禮儀是 翻譯著拉丁文的 我們是拉丁教會 就是從羅馬來的 我們的禮儀是 那麼 拉丁文就是 Dei Verbum 就是 天主的華 就是上主的華 Dei Verbum 上主的華 就是這樣翻譯 就不是上主的聖言 他沒有說sacra 沒有那個神聖的字 就是拉丁文本身沒有的 所以就是上主的華 就是 翻譯上主的華 是比上主的聖言 對過 那麼 可能你們的本堂是想強調多些 不是我們本堂 我們本堂不理會 是一個大陸來的神父 那麼 各有所起 那就跟他談談 我們就說 我們看拉丁文 這樣 不過 如果在關同樣的事上 就算多 但他一定要我們這樣讀 好 下主教 也有些人留言 問 第一位就問 有沒有雷永明生平的書籍 有的 其實我下一次會介紹幾本 雷永明的自傳 現在也有發售 在師姑聖學會 或者在方祭會 或者去 公教 就是他的自傳 有他的 零修小史 有剛才我講過的 他一位弟子就是 李氏如神父 他生前寫了一本書 他所認識的雷神父 也是我自己的絕作 有一點 我也有一本 很小的 跟真福雷永明神父同討 三十天和他一起祈禱 看他的著作 做一個靈修的旅程 這些都可以在公教作人社買得到 另外有一位就問一下主教 現時施高聖經學會的主要工作是甚麼 現在由於人手欠缺 聖教也不多 他們的會員也不多 讀過聖經的人也少 所以現在他們的主要工作 就是在四人修院教聖經 這個是主要的 另外當然有些 譬如有時都會聖經講座 有人請他們 他們都會修訂 聖經學會以前出過的書 剛才說譬如有很多的譯本 他們再重新修訂 有一本的聖經貴刊 就是以前的 其實都是雷神會的心願 就是能夠出一本的定期刊文 就是介紹聖經 因為聖經其實是聖經牧文 就是怎樣去幫教友 更容易去明白了解聖經 要出一本是要和這個時代一起並進的 就是一個月刊的方式 但後來又變了雙月刊 因為可能寫文又要時間 或者訂閱的人不多 到近年 應該都十幾十年 變成了季刊 即是一季出一本七次 都是司高聖學會的同事神父們 他們的工作之一 多謝主教 另一位問 請問1968年出版後 有沒有修訂或進一步修訂 按照我知道的 有小部分的地方有修訂 譬如我沒有記錯 創世紀有些地方修訂 有些那麼多 福音可能曾經出過 一本福音是陳為統神父 四福音單行本 他修訂過少許 例如我記得將稅里 轉為稅務員 將什麼 那些工 幾長 什麼什麼 施塔敵 改為公理 幾遠距離 將它更新 現代人會明白 但整本的聖經是沒有的 沒有做過 好,多謝 另外最後一位朋友問 請問雷炳明神父初時擔心 有沒有人教隊 後來是誰負責這個工作呢? 我想是問教隊工作 就是C高市經學會 聚集了一班的方制會士 中國的方制會士 幫他一起教隊 翻譯 注釋 就是做這個工作 謝謝 好,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也要多謝夏主教 為我們講解 讓我們認識更多的雷神父 他自己有一個願景 為中國人去翻譯聖經 在這麼戰亂、這麼辛苦的時間 以一個堅持 使我們手上有一本 中文聖經 而我們明天就是慶祝聖經主日 當然 我經常說聖經主日不只是一個主日 我們每天都是聖經主日 每天都要慶祝聖經在我們手上 我們先多謝大家 也多謝夏主教 先多謝大家 我們星期五 接著星期五 便請到譚雷圖神父 跟我們講另一位聖人 就是聖福藥室 在疫情之下聖福藥室 而下星期六 下午同一個時間 夏主教會跟我們講 雷神父 他們的靈修觀 多謝大家 夏主教 不要再阻礙大家的時間 給大家一個功課 你回去自己找找資料 聖言和聖經有什麼不同 好 讓我們靜一會兒 好 各位兄弟姐妹 願主和你的同在 也如你的心靈同在 願全能的天主 聖父聖主 多謝大家 先禱uhan 正確 香港的健康